好同学们注意了我们上上一堂课提到欧盟啊他作为一个转型啊因应新的这个局势呢 他首先啊在议会呢他要增加席位啊那我们说增加席位大概一旬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啊就是什么人口第二个是地理面积的大小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补充以土耳其为例的话呢宗教因素还是扮演了相当关键性的因素啊 那甚至同学注意看啊对于欧盟来讲今天很头疼的一点啊就是说哎怎么搞的啊 我东欧这个地方的回教势力呢哎怎么搞的反倒还是什么蛮大的啊对不对啊 因为我们说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什么西欧这边什么十字军东征 然后中东这边呢他打胜战啊所以再怎么打呢大概都比较集中在东欧这一块地方 甚至什么成吉思汉的西征大概什么带带过去的什么人大概也多比较多的是分布在东欧这块地方啊 所以对于欧洲人来讲啊其实同学注意看他们的确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啊 特别是我们说回教世界和我们儒家文明基本上什么都有所谓的多子多孙多福的概念啊 所以什么小孩一大堆啊人口数什么是一直在增长嘛甚至同学注意看恐怖分子那个兵拉登 他不都是有五十几个小孩啊对不对兄弟也是一大堆啊兄弟姐妹一大堆嘛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口数呢随着这个价值观呢当然也是有所不一样啊 那当然在他们那个地方呢他们无法接受什么回教势力越来越大嘛 那他们基督文明还有天主教文明什么 其实同学注意看人口数是的确是持续的什么下跌嘛 所以德国前走德国总理啊梅克尔在前几天他就有公开讲嘛 其实所谓的多元社会呢最起码在德国还有在欧盟应该算是失败的啊 因为想尽办法要融合这个所谓的什么回教世界的移民也好 和基督文明还有什么天主教这些什么怎么融合呢 基本上都不成功啊 所以他前几天公开说我们辞职上就应该承认什么 多元主义呢其实是失败的啊 那这个显现在这个所谓的议会上面呢 那当然就很清楚基本上就不愿意什么 再扩大席位给所谓的什么回教世界嘛 对不对所以你土耳其对不起你继续排队 那另外还有哪一个国家想进来 但是什么却也进不来 所以造成今天很大的问题啊 土耳其是排队已经排了很久了 他从排第一名 因为那时候东欧共党国家都还没有加入嘛 他排第一名 那到现在他还在排队啊 欧盟已经从原来的这几国变成28国了 结果土耳其还在排队啊 所以当然土耳其什么啊 充满了怨恨啊 那还有哪一个国家因此而也充满了怨恨 进而对于整个国际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的 对非常好就是俄罗斯 所以同学注意看 普丁他也觉得很委屈啊 我兼并克里米亚之前呢 我也做了很多什么善意的动作啊 我愿意和你们在一起啊 我愿意和你们变成好朋友啊 所以我申请加入欧盟 是我也申请加入北约 但是都被你们拒绝 看到没有 那当然加入欧盟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啦 那当然更吓人啦 你俄罗斯的领土是全世界最大的嘛 对不对 别的不说好了 老实刚讲 分那个议会的席位两个重要因素嘛 第一就是什么 人口 第二什么 土地面积啊 那他一进来什么 如果让他一进来什么 他的席位至少过半了 真的就是过半了 对不对 那他的人口虽然 他的人口也有上亿哦 我们注意到 西欧这些国家 大部分的人口 有些才几百万 有些一两千万 就已经算是很多了 那你这个一下又来上亿人口 然后土地面积 又是全世界最大的 那他一进来 那的确什么 议会的一半的席位都要给他啦 所以西欧国家也不愿意啊 对不对 所以变成什么 今天我们说 普丁的种种行为 不是突然发生了 就是我想要加住你们 但是你们种种的规定什么 不让我加进去啊 对不对 那你们不让我加进去的同时 你们又让其他一些东欧国家 不断的加进去啊 对不对 那变成你们的影响的范围 越来越大啊 那我什么 我不断的往后退啊 对不对 那就等于说 我以前我占的东欧 全部都给你们 那我什么都没有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千万记住啊 也就是说欧盟的这个规定呢 让很多什么 很多国家什么 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呢 其实也蛮艰辛的哦 因为你要加入除了领土 领土人口的这个 换算的这个机制之外 还有什么 你要什么 你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 法律相关的制度什么 都要通过什么 欧盟的评鉴啊 首先注意看 我们在台湾 我们这个大学评鉴都已经把我们搞得人羊马翻了 对不对 他这个是什么 国家一个组织来评鉴你这个国家 你有没有达到我这个标准 那整个是让你制度性的翻转啊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东欧国家 即便已经加进去了 但是内心什么 还是充满了怨恨啊 觉得我怎么一下变成赤等人了 你们都来规定我这个 规定我那个 对不对 然后说我这个不好 说我那个不好 要我改这个改那个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同学注意到 那欧盟本身也要进行改革啊 所以呢 同学看到没有 就等于说 我们刚才讲 一个国家内部的议会呢 通常是可以决定什么 举例来讲啊 我们现在 法案的通过 对不对 还有有一些什么 人事的任命 都要什么 立法院通过 那欧盟的议会呢 以前是什么 他只负责法案 有些法案呢 到欧盟里面来 来呢 欧盟议会里面呢 到欧盟通过 那你就可以贯彻执行 人事方面 他们没有权利 那但是呢 现阶段呢 大家就什么 就说要调整 要不然什么 我这个议会 好像都变成橡皮图章啦 我这个欧盟议会 变成橡皮图章啊 对不对 因为你任命谁 我们都没有影响力 那他犯错 谁制约他呀 对不对 因为图约注意看啊 我们说欧盟的什么 执行委员会 他的组织结构 就等同我们台湾的行政院啊 这个执行委员呢 就等同台湾的 各个部会的部长啊 那他们的任命呢 民意机构 这个议会呢 完全没有说话的余地的话 对于一个 整个一个区块 跨国的这个组织来讲呢 他们国家的老百姓 可能不放心啊 对不对 那举例来讲 别的不说好了 特别是面临到欧债危机的时候 同样注意看 那个时候 欧洲中央银行总裁 这个角色就非常重要啊 因为他决定救谁 或者是怎么救 都可以影响这个国家 就如同我们说 他救不救希腊 都可以什么 救还是不救 怎么救 都可以让这个希腊 这个国家什么 进行360度的大翻转啊 要么垮了嘛 要么什么 你就可以循序渐进的什么 慢慢的再跟上来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欧洲 欧盟中央银行总裁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机构局来讲 欧盟的财政 负责财政呢 负责金融呢 还有负责农业的 这些都随便他们搞嘛 因为特别同样注意看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欧盟是有税收的一个国际组织啊 所以他的钱很多啊 所以同样注意哦 不要以为欧盟里面 没有一个官员贪污哦 那这是绝对错误的 绝对有贪污的 那谁惩罚他呀 谁可以叫他下台啊 对不对 你这个制度设计上一定要处理啊 不能假定所有的部长都是好人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欧盟在1999年 阿姆斯特安条约里面 大家就开始讨论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以后 任命所有的这些部长 要经由我们议会同意 还有类似台湾的这个行政院长呢 也需要我们这个什么 欧盟议会的什么 同意啊 那当然那个时候呢 才终于什么 通 这个阿姆斯特安条约什么 同意看到没有 就说 才通过欧洲议会 还有部长理事会呢 共同决定相关的政策 而且呢 还有对于执行委员会 特别是主席的任命呢 给予他什么 相当的权限 所以那发展到今天 也就是什么 前几个月 欧盟执委会 新的这个什么 主席就是 负责欧债危机的那个什么 卢森堡前总理 那个雍克 台湾翻作荣克 他什么 通过任命 那之前什么 英国不是说要全力封杀他吗 对不对啊 那他还是什么 高票通过 就是什么 这个地方什么 基本上 大家都支持 因为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对于解决欧债危机来讲呢 他是有贡献的 他把局面稳住 那当然你说 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啊 那但是他总 总其成啊 如果败了 他负总责 那成功了 你也要给他一点荣耀啊 对不对 这才比较合理嘛 那当然大家也承认了 真的他是什么 把欧债危机给止跌了嘛 对不对啊 所以他后来这个欧洲议会在 英国强力 那个卡梅隆 公开反对他 因为他对于英国来 他是主张全力推动什么 欧盟要变成单一国家的 那英国反对 就是反对这种人啊 这种政策 不是这种人 而是政策 英国不愿意嘛 那承袭自丘吉尔以来的什么 这个主张 就说我英国不参加 那你不参加 你又进来拿好处 对不对 不愿意欧盟变成一个单一国家 但是没有变成单一国家之前的各种好处 你英国也没有少要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 这一次 雍可在前几个月 即便在英国首相 卡梅隆 出来单挑 绝对不支持他 那但是议会还是什么 投票通过 让他当了 因为毕竟他解决欧债危机 的确是 很有贡献 所以同学注意到 也就是说 欧洲议会呢 也因此而全力扩大 就是说对于台湾 所谓的行政院长的任命呢 议会什么 有权利什么 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啊 因为这对于什么 二十八个国家 要整合变成单一国家 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呢 你唯有让什么 欧洲议会什么 行使同意权 在二十八个国家的内部呢 才有办法什么 产生什么 认同啊 产生向心力啊 对不对啊 要不然不能只是 一个组织 不能只是由精英分子什么 同意就够了 一定要所谓 一般的庶民 一般的老百姓 也支持嘛 那要他放心 那当然他才会支持啊 所以同意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另外呢 同意注意看啊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最主要是什么 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福利 还有同意看到没有 消费者保护 还有特别是什么 劳工的权益 其实同意注意看嘛 现在呢 不仅 欧债伟 其同意注意看啊 自从2008年 这个所谓的国际金融风暴 爆发了以后呢 大家常常有所谓的 好像要治肥猫于死地的 那种感觉 对不对啊 那这里面牵扯到了什么 其实关键的一点 就是阶级的问题嘛 对不对啊 那以前 其同意注意看 工业革命以来 基本上就出现的问题 就是什么 资产阶级和五产阶级之间 是对立 是和平相处 还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那当然 今天的这个情况 更严重显现在 资产阶级和五产阶级之间的 对立之外 还有就是什么 世代之间的对立 或者是说 世代之间的不协调 那特别局来讲 在座各位都很关心 哎呀 自己毕业的薪水 是不是很低啊 什么的 那老师啊 或者是老师 比老师年纪更大的 这一代呢 可能什么 啊 口袋里面好像什么 最起码退休金 都好像很丰 很丰富啊 所以要把这些人给什么 口袋里面的钱 挖出来 啊 给给你们 啊 这才有公平正义 可言 对不对啊 所以今天面对的是 资产阶级和五产阶级 之间的什么 当然也未必百分之百对立 但是彼此之间的不和谐 或者是什么 呃 所谓的 不满 啊 是基本上是存在的 那还有世代之间 啊 那同样注意看 我们说 他在1999年签订这个协定 他就已经在处理这些问题 啊 为什么这么讲 同样注意看 毕竟什么 我们说2008年的什么 全球金融风暴 然后后面的欧债危机 同样注意看 大家都盯了眼 你在金融机构上面 对不对 那当然显现出来的特征 好像金融金构 失灵嘛 对不对 银行一个接一个倒啊 对不对 但是更深层次的结构 就是什么 总体资源 大部分是不是都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啊 对不对 广大的无产阶级 基本上是没有资源 或者说资源是不成比例的少嘛 那这件事情同样注意到啊 从工业革命以来 机械化的生产以来 其实同样注意看 人的价值就已经暴跌一次哦 而且那个时候 什么样什么样的人的地位 没有什么 暴跌啊 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老师说大部分的人的价值 随着机械化的发展 都暴跌 那只有什么样的人 他的地位不仅没有暴跌 反倒是要升呢 公司老板 有有大量金钱的人 其实你们讲的方向都对 那随着老师刚讲的呢 其实就是什么 握有机械的这些人 看到没有 因为机械化的生产嘛 就机械变成什么 生产工具啊 对不对 那握有这些机械 机械它毕竟是机械啊 那谁持有它 谁的地位什么 是暴增的 那其他的人什么 甚至即便是操作这些机械的人的地位 什么 都下跌啊 不是吗 对不对 那你们刚才两位讲的其实也都对 那因为毕竟后来发展的就更多元了嘛 你说老板啊 对不对 那些有钱的人 他钱从哪来 基本上什么 也可能是从什么 机械化的生产里面什么 得来的嘛 所以同学注意看 其实什么 在欧洲工业革命突破的那个一刹那开始 人基本上就分为两个阶级了嘛 对不对 所以阶级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就出现 那所以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我们说解决这个阶级对立呢 还是欧洲人想出来的办法 好像比较灵光 为什么 就是因为问题的源头在他们那边啊 对不对 因为他们更早遇到这些问题啊 因为他们更早工业化嘛 所以他们更早遇到这个问题 那他能够走到今天 是不是他更早什么 也想出了一些什么办法来处理嘛 那我们这边说的什么 社会福利啊 这些东西什么 也是他们什么 想出来的 所以同学注意看 我们说为什么这么讲呢 工业革命发生那个时候就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嘛 对那到最后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资源都集中在什么 资产阶级手里嘛 所以造成大部分的无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源是什么 不成比例的少的时候什么 最后必然起而抗争嘛 对不对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边讲的社会福利的源头 有没有注意到 来这位同学 你觉得社会福利是谁想出来 想出社会福利的这个呢 其实就是什么 第一次 就他是实质上拯救了资本主义哦 让资本主义还到今天来什么 生存哦 提出社会主义 温和派和激进汉 那当然你往这个方向想是对的哦 也就是说 哎呦 后来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啊 那社会主义当然 其实同学注意看 重视什么啊 整体的资源 公平正义的分配嘛 对不对 那好 那谁来分配呢 谁手中可以握那么多资源呢 以前说握在资本家手里啊 那无产阶 资产阶级大部分握在他们手里啊 无产阶级大部分没有嘛 对不对 那好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社会福利的概念呢 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说最早是源自于什么 德国的毕斯曼 因为我们说德国在是追上了第二波的工业革命 汽车工业啊 这一些 对不对 那当然什么 你只要跟得上工业革命 欧洲那几个国家 在那个时候呢 你就已经要处理什么 资产阶级和五彩阶级之间的什么 不和谐 先不敢说 马上就必然对立了 对不对 那最起码你们之间的不和谐的问题 在那一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对不对啊 所以德国的毕斯曼呢 他处理这个问题 他想出来的就是什么 以国家的力量来什么 把国家整体资源进行什么 公平正义的什么 分配 就是显现在具体的政策上面 就是什么 由国家收到的税收来做什么 社会福利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 欧洲国家的什么 税 收的比其他 甚至比美国都高嘛 欧洲国家的税收 基本上都是比较高的 那税收拿到了以后呢 政府手中什么 才有钱把这些资源呢 在一定程度上 老师特别强调哦 一定程度哦 不是百分百哦 一定程度上的调度给什么 无产阶级 协助你什么 拥有一些所谓的 作为人的一些什么 基本的什么 资源 透过国家的力量 因为资本家他不愿意做嘛 看到没有 那后来当然想办法 让资本家做的是什么 朋友有没有注意到 是什么一个 什么一个策略啊 对非常好 公益啊 那公益里面 特别显现的就是什么 捐钱 抵税 捐钱我还不是白捐啊 我捐钱是可以抵税啊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比尔盖茨 他们的基金会 怎么越搞越大 对不对 那什么全世界那些 哇 那个财团 他们的什么 基金会 为什么越搞越大啊 他捐助嘛 捐助然后这边什么 抵税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当然你一抵税以后 变成政府手中的钱变少了 对不对 那政府可以调度给什么 无产阶级的资源变少了哦 那但是在这方面呢 可以说也可以说是资本家和什么 政府彼此之间的一个妥协嘛 你捐一大堆 然后我就给你什么 减税嘛 对不对 只是说捐出来的这些钱什么 你自己操盘该怎么用 但是这些一定要用在公益上面 然后什么这些我就免税了 看到没有 那毕斯迈当时什么 推动的社会福利 就是由国家出面来做 收到的税 然后拨给什么 老师刚才特别强调哦 一定程度上的拨给什么 无产阶级 老师没有说全部哦 所以切记 无产阶级也不能指望 在社会福利之下就变成资产阶级哦 毕竟社会福利或者是健保 或者是相关的类似国民年金 同学注意看 还是什么 缴的税越多的人 他得到的是越多的哦 你缴的税比较少的 以前是没有 那现在透过这个社会福利呢 就说你缴的税比较少的人呢 也给你一些 董老师的意思吗 同学千万不要误会哦 这个社会福利啊 是可以什么 让穷人变富人的这个措施哦 不是的哦 他对于穷人是有一定程度的协助 但是不是可以让你翻转阶级的哦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说他这个社会福利显现在 劳工的雇佣 还有什么 消费者保护 那特别是劳工的雇佣方面 同学注意啊 劳工的雇佣呢 同学注意看 因为我们说既然单一市场 人力什么 全面性的什么 流通嘛 那接下来呢 同学看到没有 如果你劳工的相关福利 如果是什么 欧盟没有一个整体一市的标准的话呢 举例来讲好了 这个人 劳工阶层的移动呢 也会出问题哦 因为我们知道别的不说好了 欧洲同学不要以为 这个所谓 工业革命之后 好像什么 他的人工好像 当然人工也变得比较贵了 但是什么 劳工的什么 有些特别一些技术工人的手非常巧啊 他的技术也是很了不起的啊 那特别显现在工业方面 同学注意看啊 如果是欧洲西欧这边的老牌工业革命国家 那当然东欧也不是说他们那边没有工业 不是哦 那但是最起码人是往高处爬的嘛 对不对 如果说西欧这边的手工 特别是机械方面的这些所谓的 台湾大家好像大家看不起这所谓的黑手 但是什么 其实同学注意看 黑手这个在什么 汽车工业或很多工业里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那这种呢 在欧洲他的什么 特别是西欧这边 他的薪资是非常高的 那相对于东欧可能就比较低一点啊 如果你没有一个一致的什么 劳工相关福利 福利的话 那同学注意看 东欧这边的黑手里面的高手 是不是通通跑到西欧这边来啊 我一定来这边找工作嘛 人往高处爬啊 我如果我的技术到那个程度 那我的薪资在自己国内比较低的话 那我一定往西欧这边跑啊 对不对 那变成什么 以前老师举例讲学生 那现在讲技术工人 那技术工人是不是往西欧这边移动啊 对不对 那整个欧盟的发展必然是不平均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上面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政策 让所有的什么 国家还有所有的产业什么 有一个一群的标准嘛 对不对啊 这样人口人力资源各方面的分配 又可以快速流通 然后又不会什么 程度差异那么大嘛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社会福利方面呢 是一定要做的 那同样的是什么 消费消费者保护呢 也要有它的一致性 就如同同学看到嘛 我们的收水油 不是收水油了 就是这个污染的这个油啊 请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你第一次没查到它 它就给你躲掉啊 对不对 你第二次又查出一些来 对不对啊 这就看出来什么 就是它也有本事给你到处移动啊 对不对 所以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呢 你欧盟这么大一块地方 如果你没有一个一致的标准 你这边抓完了以后什么啊 那边还有啊 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这边抓了 它往那边跑 因为那边的法规跟这边不一样啊 对不对 那甚至同学注意看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情报人员啊 他这个又二三五啊 他都可以喝到在水里面来喝 那意味着什么 如果纯就 当然了 这个不敢讲消费者了 纯就这个管理的层面来讲 同学看到没有 你没有一个一致的标准 你这个国家的又二三五随便到处跑 看到没有 那那你跑到我们欧盟这边来了 对不对 就等于说你俄罗斯那边没有管制啊 那但是我们这边欧盟如果有一致的标准的话 那对不起啦 你这个右这个外泄的话 那全欧盟什么 标准一致的情况之下 你从北部你要跑到南部来 那对不起全面一起抓嘛 对不对 大家都语法有据 而且依循的是单一的什么 欧盟的法规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就对于整个欧盟来讲什么 陆陆续续相关的法规 你把它拉成一致呢 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要不然什么 我们再举个移民政策为例好了 同学注意看 欧盟以前什么 他没有一致的移民政策 也就是各个会员国自己制定 移民也好 或者是难民也好 都是各会员国 以前哦 都是自己管 一直到了阿姆斯特丹 条约之后 才有一致的 以前局来讲 同学注意看吧 我们说反恐的时候 大家什么 抓利比亚的格达费 对不对 之前也闹的欧盟 全世界大家不得安宁 就是什么 利比亚有一些人什么 他偷渡到欧盟去啊 那他偷渡呢 同学注意看 这些偷渡客呢 他也很厉害啊 他知道欧盟里面什么 边境管制最松的就是意大利的什么 黑手党的故乡西西里岛啊 对不对 那当然利比亚又刚巧又是意大利的前殖民地嘛 对不对 所以好多人什么 通通通往那边跑啊 对不对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我只要进了意大利什么 我就有办法给你什么 再跑到德国去 或再跑到奥地利去啊 我就可以有办法钻进去啊 对不对 所以那欧盟也很头疼一点 就是什么 你意大利的什么标准太松了 对不对 而且又黑手党的故乡 还有什么标准可言啊 对不对 所以欧盟后来为什么在移民政策方面什么 yea什么 因为同学注意看 他们这些移民真的也很厉害啊 从意大利的什么 西西里岛可以有办法又跑到英国的伦敦去啊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来抓恐怖分子 我们知道前年嘛 前年还是去年 伦敦地铁不是被炸吗 对不对 那从哪里来的恐怖分子啊 对不对 他混在什么地方可以让他这样子 这样子放炸弹都事先都没有任何预警吗 对不对 那是不是并不必然源自于英国啊 是从哪个国家跑过去的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 就是说共同的政策呢 对于欧盟的会员国来讲呢 就非常的重要啊 那这当然显现在什么 我们说正面的 劳工的雇佣还有消费者保护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